可以總結為不太精神 所以就決定要搬離開這裡 很想試試去旅居 曾經看過這些文章 就說當你清除了這些多餘的廢物 你的瓷場乾淨之後 一些好的能量和幸運 就會慢慢吸回你自己那裡 大家好 我是Melo 歡迎你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不知道剛剛過了農曆新年 大家又過了什麼呢 這個新年其實對我來說 也是最特別的一年 因為是我第一年派麗絲 今天其實晚一點也約了 花花他們 我們一群朋友吃過拜年飯 也因為明天早上 我是飛機飛日本 所以轉頭也要執行你 而且最近真的非常忙碌 因為近這一個至兩個星期 我全屋都是在進行這個大型斷捨 就是因為我們要離開這個家 所以今天在這條影片裡面 也想跟大家更新一下我的近況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RG Story 也會發現我住了這個家之後 可以總結為不太精神 剛好這個租約期滿 也開關之後 結束了疫情 發現自己經常飛來飛去 不是太需要用這麼大的家 所以就決定要搬離開這裏 而我們初步也有一個小構思 就是很想試試去旅居 因為我們兩個人剛剛結婚 又沒有小朋友 但所有東西都還在初步構思研究當中 近這半年至一年 其實我看了很多關於吸引力法則 還有養好磁場的書籍 影片甚至乎是文章 也都賣了一本這些布製回來 是打算實行試用一下 這個稍後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多一點 的確最近斷捨離期間 我將家裡很多大大小小的東西 真的不論香薰 熔足燈 家品 電器 甚至乎最貼身可能是護膚化妝品 頭髮用品 我都只剩下一些我覺得好用 還有適合我自己的留髮 還有作為僅僅同居 有四連連織的人士 不知道為什麼家裡 竟然會有這麼多部風扇 空氣清新機和抽濕機 再加上做這一行這麼多年 都買了很多平平罐罐 直髮夾 吹風筒 曲髮夾 都加起來可能有十多支 但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幫大家實測一下 哪些是雷品 那些大家就不用買 還有可以幫大家省下錢 這也算是其中一個作為 我想我先洗頭髮 然後出來再跟大家說 話說剛剛在統計一下 想不到自己搬出來住了幾年 我已經變了半個Dyson的小粉絲 家裡的家電 例如是風扇 暖風機 吸塵機 風筒 直髮夾 我也是買了Dyson 還有最近真的風吹很大 大家都很期待這個 Dyson Air Street到我手了 本身也很想跟大家開箱 但幸好我已經率先使用了 我剛剛洗完頭 都可以馬上用給大家看 大家有留意我大部分時間 都是直髮的造型 加上我漂染的蓮枝也很長 真的有粉紅色頭髮 就算到現在這個甘甘的顏色 長期都是漂染狀態 其實我是吹頭 夾頭 每天都要花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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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間 而且因為淺色頭髮 大家有漂染都會知道 其實真的很容易打擊 很乾 亦都很容易暴露到頭髮 一些很毛燥和瑕疵出來的 漂染完之後 頭髮本身是比較幼一點的 就算平時我們用直髮夾的話 你少點心機去打理 其實夾出來的頭髮 都是會很僵硬的狀態 本身我用這一部機 雖然用了幾天 但我用給大家看 你們就明白了 它本身是有兩個模式的 如果大家像我現在這樣 平時洗完頭 就可以直接用它們的濕髮模式 記得鎖上手柄 當風筒這樣 可以吹乾髮根 重點是超方便超快 因為我漂染頭髮 再加這個髮量 其實約三分鐘就已經吹乾髮根 之後再用濕髮模式打開手柄 分層好像平時夾頭髮 向下慢慢拉 感覺很滑 都不會扯著頭髮 亦不會辣傷 大家現在看到我頭髮的效果 是否終於明白 為何我做幾天一試用完它 它已經榮燈了我的最愛綁手 因為甚至乎令我聯想起 竟然去體驗韓國實浪 髮型師幫我逐一拍 逐一拍地疏著吹 看起來很明顯有現在這種 很柔軟又自然又光澤感的效果 重點是我這把頭髮超級快 平均10至15分鐘 已經弄好整個頭髮 還要是吹乾加拉直 是真的超級方便 因為我平時就這樣吹乾頭髮 已經要浪費大半個小時 還未計馬上用直髮夾 大家都知道雙重熱力 頭髮一定會比較傷 但用了AIRSTRACT 效果出來是超級漂亮 因為平時普通直髮夾 都比較難改善毛燥感的感覺 但現在你看看我的頭髮 有一種好像天生那麼漂亮 那麼順滑 那麼有空氣感的感覺 雖然我猜在看這條影片的女生朋友 都跟我一樣未必每天會洗頭髮 所以有時候睡醒頭髮炸出來 都不能不處理 雖然說乾頭髮更難處理過濕頭髮 所以早幾天我第一次用AIRSTRACT 是已經覺得跟它有種相逢恨晚的感覺 我是很推薦大家 而且我跟它遇上對方的這個時間是剛剛好的 因為假設如果我真的決定要去旅居的話 到時我就不用帶兩部Dyson出過 我只帶這部AIRSTRACT就可以 但這個決定 希望快點可以更新大家 可能之後再在Instagram或者Youtube更新 告訴大家 我們是不是真的旅居 還是會去哪裏 說回剛才 就是最近遇到一些很巧合的事情 令我從而比較相信 最近我看了一些養戶磁場的文章 或者吸引力法則 其中有一件事 我在未發生這些巧合的情況之前 我是自己半信半疑的 現在很想跟大家分享 大概的內容就是你們有沒有留意 你們現在自己周遭的一些物品 譬如現在在家裡的會用到的一些物件 其實有很多你沒有處理它的東西 它都是沒有需要出現在的 而當你的日子一天又一天過去 就是好像我現在住在這間屋兩年 當一些沒有用的東西慢慢堆積起來的時候 其實也是幫助我們的市場 去堆積近一定的負能量 當時我看到這一段 我就是半信半疑 但是以下下來 我說的這些物品 作為一個小舉例 大家都可以一起去看看 你們會不會有這些物件 是出現在你們的周遭未處理的 例如是一些壞壞的USB線 一些沒有需要的單據 甚至乎平時存在的一些膠袋 一次性餐具 紙袋 最過份還有過期的藥物 或者已經用到很殘 或者幾乎用不到的小家電 一些自己不是特別喜歡的玩具 或者沒有什麼用的周邊禮品 再貼身一點的話 可能就是你用不著的鞋帶 沒有用的卡片 一些已經不再穿 或者已經很舊的三副鞋物 甚至乎廚房的調味料 反正就是以本人為例 我住在這裏兩年 這次撿屋發現充斥著在這一堆沒有用的廢物裡面 可能有20-30% 直到最近真的是大型斷寫來現場 我才有反省一下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這些廢物 放在家裡 而且我也想起之前真的去看相片的時候 師傅曾經說過 但是在電視後面很混亂的電線 其實就等於很混亂的思維 所以你回家快點處理它 它是你的負能量 最神奇的就是 不知道大家看片是否覺得 我覺得自己是活力充沛了 精神了 我自己是覺得挺神奇的 而且因為曾經看過這些文章 就說當你清除了這些多餘的廢物 你的瓷場乾淨之後 一些好的能量和幸運 就會慢慢吸回你自己的 或者吸一些適合你的東西給你 昨天最有趣的就是我收拾這些廢物 就丟了很多東西 特別是那些常常要弄一弄 才能充電的iPhone線 當我丟了之後 的確我個人是欠缺iPhone線的 我準備今天轉頭就出去買了 誰知道我昨晚聚會的時候 我朋友突然說 我換了iPhone 有幾盒新的 你合不合用 我覺得你需要 他這樣跟我說 然後我立刻 我需要 我就是想買iPhone線 然後還有幾盒都是全身未開的 所以都認證了 雖然是一些很微不足道的事情 但是對於我最近看這麼多這些文章 我就覺得好像真的 因為他說當你不需要的東西 轉陣到被需要他的人 其實都是把一些好的能量 互相交換 然後我就覺得好神奇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這件事 其實都是把好的能量灌輸給大家 如果接下來你們有什麼幸運的東西 或者好運的東西 真的認證得到 就記得過來跟我分享一下 所以以前的我會覺得 擁有越多一定是越好 但最近重有女居這個想法之後 是頓時好像明白了 什麼叫本來無一物這句說話 其實開心是不一定 你要擁有很多才會越開心 所以就說新一年重新做人 要由斷捨離開始 但自問是沒有辦法做到這麼極致的 因為斷捨離的定義 並不是你把家裡一些垃圾 或者沒有用的東西 丟掉去送出去 就等於斷捨離 除了物品之外 甚至乎關係 都是在你一個人生裏 需要逐步逐步斷捨離的東西 但新的一年 我覺得可以儲備一些好的心態 慢慢改善自己的壞習慣 例如整理方面 慢慢收拾房子 我覺得也是有好處的 以及避免過度重複的消費 例如重複買幾部空氣式新機 就要控制自己 提醒身邊的人是NONO的 除了扔垃圾之外 新一年大家都可以學習良好的習慣 我自己實測了這個習慣 大概一年半至兩年 我覺得整體上在我人生 每天都有進步 這件事很重要 你可以下載一個程式 我自己用的就是 可以直接在你的主頁上 一打開就看到他 每一天都進去看看 你當日要做些什麼 第二天要做些什麼 而那一天的晚上 除了看第二天要做些什麼 也將你接下來的定下的目標 寫下在那個時間櫃裡面 即是在那個時間櫃裡面 當你每天這樣重複又重� 重複又重� review自己的時候 你除了會很認清自己的生活習慣 是什麼之外 你也會慢慢看到自己 逐個目標 做到的時候 就會慢慢提升到自己的信心 在你接下來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嗯 我是做得到的 我一天可以做到四件事 或者我一天可以做到五件事 或者有一天你設定了給自己是假期的 也會非常清晰 那就可以慢慢有一個 我覺得今年近下半年的時候 我逐漸找到屬於自己這個工作的節奏 所以我也覺得很開心 也覺得是有這個習慣去改善回來 所以也很想讓大家試一下 還有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今天看完我這個分享之後 都會有所得著 因為我自己也在實測 例如剛剛買了那本的能量寶 回來試一下寫東西 而且也不斷看這些文章 所以我相信去到我2024年年尾的時候 希望到時的評論所有事情都是好的 然後再一次過跟大家分享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得很快 那我就不如先收拾行李箱 因為話說和花花他們那班人吃飯 是喝酒的含量會比較多 怕自己今晚回來未必太清醒 收拾不到行李箱 明早早機 所以不如現在先收拾行李箱 然後轉頭出門再拍給你們看 OK Din在這裡壓縮的時候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去旅行通常都會戴這些 壓縮的毛巾 是超方便 你去幾間酒店 你每隔兩天就換一條 方便有衛生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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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麼配的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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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也很配的 都是這些 穿夠鞋子 然後就不穿了 朝龍寶寶 跟著Transter就這樣穿了 他起發財還要新改變 答聲 你先答聲 不好意思 沒有啊 我給一個 OK 準備 OKOK 進來吧 GO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龍馬 真的喜歡玩 三年普通 不要說三年普通 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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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看成 一隻看成 這隻看成 很漂亮 拜託拜託 三年普通 這個不要說 還是兩年普通 沒有啊 兩年普通 生年快樂 回到 妳要看成 那些牌子 現在是沒有排隊 哇 可以玩了 可以玩了 今天終於準時到達這個機場 想不到昨晚真的回家 都還要繼續收拾行李箱 搞到上凌晨5點多才睡了 一個多兩個小時 幸好今天的樣子也妥算精神 現在準備去登機 現在的我就出發去日本的四國高雄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還沒follow IG的話就快點去follow Bye Bye